西瓜全身都是饱 吃完西瓜,西瓜皮扔掉,那就是大错 这下,小朋友们有口福了 教你在家做西瓜皮软糖 香甜有嚼劲,孩子们都抢着吃 用刀把西瓜瓶去掉一些 不要全部去掉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才好看 接着用瓜皮刀削去外皮 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倒入清水,把西瓜皮清洗干净 清洗好后,控干水分,放在案板上 把西瓜皮切成厚片 切得稍微厚一些,这样吃起来才有嚼劲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200克白砂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放冰箱腌制两个小时 看一下,两个小时之后 西瓜皮杀出了好多的水分 这时,把腌好的西瓜皮 连汁一块倒入不粘锅里面 开大火,煮至冒泡 好多朋友反应,做出来就是不挂糖霜 后面这几步,您可要看好了 第一,糖一定不能加少 半颗西瓜皮,最少加200克白砂糖 大火,一定要把糖汁煮至沸腾 把里面的水分收干 这个时候,用勺子不停地翻炒 水分收干以后,糖浆变得越来越浓稠 这个时候关火 西瓜皮呈抱团的状态 用锅里的余温不停地翻炒 直到西瓜皮挂上糖霜 凉了之后,西瓜皮自然就散开了 炒好以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做好之后,也可以装进瓶子里面 送给朋友也不错 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 比外面买的更干净,健康,卫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点击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下一个视频再见